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召开记者会介绍相关情况 我们来看报道 据李宗盛介绍 在为期四天的年会期间 共有15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 以及99位部长级以上官员和前官员 29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 以及近百位世界500强高管 众多学者和文化精英参加年会 虽然今年年会是在疫情之下举办 但仍然盛况空前 成效显著 会议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 凝聚了携手共克疫情 加强全球治理的共识 发出了维护多边主义 加强沟通协作的呼声 探讨了恢复世界经济 促进共同发展的方向 李宗盛表示 预会各方认为 当今世界大变局正在加速的演进 疫情给人们带来了深刻启示 当前世界经济正从深度衰退转向复苏 但复苏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同国家之间正在出现分化趋势 因此加强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迫切 各国应该恪守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 更有效地进行全球治理 当今这个世界的国际合作 是一个义务 而不是各国可以选择的一个选项 这是义务 国际义务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 李宝东指出 与会各方也普遍认为 一带一路合作对强化地区互联互通 促进经济复苏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有助于帮助国际社会 更加建设性开创性的 应对全球性挑战 更是让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人民 感受到了实惠 今年是北欧亚洲论坛成立20周年 李宝东表示 年会的成功举办 再次凸显了北欧亚洲论坛 独特的影响力和作用 而论坛也将以此为期期 成天起后 同博鳌大家庭所有成员一档 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发展 凝聚正能量 近日民间的当局 勾连美国一些反华议员 抛出所谓台湾国际团结议案 质疑挑战联大2758号决议 对此国大办发言人 马小光22号做出回应表示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从政治法律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问题 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所坚持的 一个中国原则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 必须遵守联大决议 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反反复复在联大2758号决议上 做文章 企图推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挑战联大决议的权威性合法性 妄图为其台独谬论背书 这终究是痴心妄想 难逃失败末路 21号 国大办发言人马小光答记者问 对台陆委会主委邱太三 20号接受专访时 涉两关系言论 马小光表示 民进党当局有关言论 继续歪曲否定绝而共识 充分暴露民进的当局 坚持谋独立场 根本没有改善两关系的诚意 企图推卸破坏两关系的责任 混淆视听 欺骗岛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马小光说 九二共识体现了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 是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在共识中 双方都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追求国家统一的态度 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双方做了搁置争议的处理 九二共识是双方平等协商 运用政治智慧达成的 其核心要义是两岸同属一中 共同谋求统一 这是建诸双方文字的 不容否认的事实 有了1992年双方达成的共识 即九二共识才有了汪国会谈 才有了两岸23项协议的签署 民进党当局以共识之名 否定共识之时 是典型的诡辩话术 历史已多次证明 是否认同九二共识 是检验一切谅解与善意的试金石 民进党及其当局 把九二共识当作制约 他们谋独行径的眼中钉肉中刺 一方面否定九二共识 另一方面编造所谓善意 是行不通的 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 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谋独挑衅 我们反对和遏制 台独分裂活动 针对的是台独势力的挑衅 和外部势力的干涉 维护的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 欺识货众是行不通的 马晓光表示 我们一贯坚持两岸一家亲 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真心诚意为台湾同胞 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 造福台湾同胞 不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 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 积极推动两岸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不断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对此 台湾同胞有目共睹 感同身受 民进党当局挑拨离间 是不会得逞的 马晓光说 我们在九二共识 共同政治基础上 推进两岸协商谈判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立场 没有任何改变 民进党当局只有真正拿出诚意 采取实际行动 停止谋独挑衅 回到九二共识上来 两岸关系才能和平稳定发展 在人民海军成立72周年前夕 辽宁舰航母编队穿越第一岛链 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例行性训练 检验部队训练成效 锤炼提高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其现场训练画面 昨天也正式披露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 高秀成海军大校此前介绍 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 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这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 例行性训练 旨在检验部队训练成效 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今后 中国海军仍将按计划 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方21号发布消息称 解放军两架军机 包括运8技术侦察机 运8远程干扰机各一架次 当天分批进入台湾西南方向 所谓防空识别区 台空军宣称 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并实施所谓广博驱离 以及运用防空导弹系统追踪监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严理成立 防卫后备指挥部强化动员能量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甚至抛出 打算将公庙异用 列为战时动员的一份子 这件事情立刻引起 岛内各界的讨论 质疑号召公庙异用 是要上战场 还是要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 大型公庙活动 伴随热闹的阵头表演 在台湾有强大的号召力 如今台防务部门 正在严拟成立 所谓防卫后备动员单位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计划要将公庙的异用 一起纳入组织动员 可是外界质疑 公庙异用能起到什么作用 很多地方的公庙 直接里面都这样 可以亦交亦 这些人都可以纳入 刚刚听到会觉得怪怪的 到底我们公庙 能够动员什么出来 那当然如果碰到 有灾害的时候 需要我们公庙来帮忙 我们一次一定没问题 会全力支持 台北猛侠青山公庙方表示 如果是消防救护等一举 平常都在进行 也有经验 配合民进党当局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这件事情 还是引起岛内各界质疑 公庙异用要去打仗吗 台军方对此再次说明 他所担任的一个角色跟功能 我们后续会邀请相关的 主管机关 后续做研讨 让整个方案 能更适切 更可行 岛内专家认为 战时动员 还是有先后顺序 很多事情不是人多 就可以解决 而针对公庙义勇 你纳入后备站立一室 岛内网友纷纷流言吐槽 有网友说 台防部门是在开玩笑吗 搞这种义和团 还不如恢复一年兵 老实承认自己兵力不够 很难吗 也有网友指出 这是民进党 拔装的一种手法 很多公庙支持国民党 民进党有了这个办法以后 就可以开始编列预算 买回公庙了 对于玄缺超过三个月的 台铁局长人事案 刚刚接任台交通部门主管的 王国财清典 由台铁局的副局长杜威升任 消息一曝光 台铁员工却不乐意了 因为他们认为 杜威对员工最不友善 甚至还说 他是砍休息日的元凶 台交通部门主管王国财 自己才刚上任 就公布了台铁局长的人事 杜威以新身份 第一次到台立法机构被询 自然被问到 泰鲁局号出轨事故的有关问题 台湾媒体报道称 杜威是老台铁人 运务出身 已经在台铁待了33年 但他上任的消息 才曝光 台铁社团却是一片哀嚎 有员工发出贴文 说不想看到这画面 先默哀三分钟 还有人呛声说 专业项目没一样会 抢麦抢得很快 邱一农员工都心凉 甚至有人说 他对员工最不友善 是砍休息日的元凶 基层是反映说 其实有蛮多地方 是没有跟基层沟通的 因为我们会发现说 好像制度下来 其实基层有一些 希望改善的事项 或者是需要沟通的部分 好像是比较没有在反映 鹰派作风 我们叫科博 因为我们台里印度人 也都不太认同 我不自认我是鹰派 员工 加入这个改革 加入这个革新的工作 我是可以充分跟他们沟通 自称不是鹰派 但令外界观感不佳的 还有他在两年多前 应对普悠玛事故的表现 只有你们今天一出了事 为了把责任推给那个驾驶员 说没有 因为他们有回报 所以行动中心完全没有掌握 我们在通言记录里面 没有收到任何事项目 当时被炮轰 把普悠玛事故 错推给司机 不少台铁人一致认为 杜威做事思考 有待变通 而台铁局长一职 选缺三个月 才由副局长顶上 难免会被外界认为 是太鲁阁号出轨事故后的 应急选择 日本政府决定 两年后排放福岛核废水 入海引发争议 民进的当局对此却态度暧昧 因为日本距离台湾地区 距离较近 排放核废水会对台湾的渔业 和海洋生态造成巨大的影响 台湾民众的怒火忍不住了 21号上午 新党等统派团体就号召台湾民众 到所谓日台交流协会前抗议 要求台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也一同喝核废水 并痛批民进党假反核 珍贵日 台核能部门主管谢小新 到台立法机构备巡 也强调日本的核废水不宜饮用 您觉得核废水是可以饮用的吗 就是日本的说法 拜托 我只能这样讲 核废水当然是 如果日本的说法是日本的说法 我们的说法是我们的说法 你现在是反问我们 你不要拿日本的说法 那我们觉得 那我当然是觉得 不适宜饮用嘛 就这么简单 来到台立法机构背询 当然免不了被问到 谢长廷对于日本核废水的高见 到底有没有道理 那为什么您跟这个 我们讲说驻日代表处 并没有将您的专业去告知他 导致他今天在 竟然讲出了这样子 您也觉得不太适当的话 我只能针对着专业的部分 讲专业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请他们帮我协助 我哪知道 哪知道他们讲这种话 我哪知道我们协议代表 他会 那我们就知道 他以为他会以这个 一般人的这个认知 他就会讲这种话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对于日本政府决定 两年后排放福岛核电站 核废水入海 台所谓驻日代表 谢长廷不仅没有出面反对 反而又扯上大陆 吴称大陆把台湾海峡当作排水沟 并声称 台湾从未要求检测 台湾海峡的水质 也没有提出谴责 对此 台湾网友并不买账 反是痛批谢长廷 汉奸窝奴 永远不要回台湾 此前 针对美日领导人 在华盛顿会晤后 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了 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谢长廷竟兴奋异常 说起大话称 台湾地区与美日 有必要尽快实施联合演习 党内舆论讽刺谢长廷是无知 还是想拿台湾民众的安全做赌注 对于谢长廷进来的 种种荒腔走板的行径 台湾著名网制作家李民 发表评论痛批 谢长廷自所谓 驻日以来 处处替日本讲话 渔船纠纷挺日 何时进口挺日 何废水放流 再度挺日 让人怀疑 谢长廷不只是帮日本的代表 压根就是日本人 如果不是 或许他很想当日本人 那就干脆入籍日本算了 否则为何如此背中忘足 美日军玩两面手法 谢长廷 习得了日本人的奴性 只晓得挺日 台湾民众的利益 却抛诸脑后 现在岛内的民代要他下台 李民表示 要他下台 真是便宜了他 不过 台湾联合报也发表评论文章称 最近的两件事 反映了台湾人不在乎的精神 一件事 日本将放流福岛河废水 韩国不仅由渔民发起海上示威 民间更包围日本驻韩使领馆抗议 反观 位于同一羊流带的台湾 却没有什么反应 另一件事 台湾自今年元旦 开放含有莱克多巴案 也就是瘦肉精的美猪进口以来 已有一千多吨美猪进口 但是流向不明 台湾民众似乎也不太在意 文章进一步指出 日本排放河废水是两年后的事 我们也许不必太急 但是美猪已有千吨静观 大家对于吃下肚的东西 也都不在意 也未免太冷静了些 对此 要不就是广大民众 对民进党的大内宣已经麻木 要不就是民间的怒火 还在继续爆发的能量 以上就是对于今天 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副主管 翁伯宗 2019年5月以身体不适为游辞职 去年8月回国 但是昨天被爆出就在翁伯宗 2019年辞职后的一个半月 曾接回一通诈骗集团 扮演假检警的电话 要他去银行领358万元新台币现金 到超市交给诈骗嫌犯 事后翁伯宗惊觉被骗报警 警方也将嫌犯逮捕 但是钱却没有追回 在超市外被大批警察包围 这些人都是诈骗犯 蹲在路边乖乖就犯 接受盘查 被上铐带回 诈骗嫌犯买牛皮纸袋 伪造法院文件 取走赃款 上车逃逸的声音都被拍下 而这回竟还骗倒了 民进党当局的高官 受害者是他 现任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副主管翁伯宗 2019年5月 以身体不适为由辞职 直到2020年8月才又回任 而就在这段时间 返回高雄时遭到诈骗 接到这种可疑的电话的时候 要有警戒 必要死的话 要寻求警方或者亲友的协助了 坦诚有这回事 却不愿多说 2019年6月 温伯宗接到诈骗集团来电 对方谎称 温伯宗身份证被逮途盗用 电话账号涉及刑案 还帮忙转给假的 反诈骗咨询165专线 电话那头假警察说 账户涉及洗钱贩毒 甚至还有已经解散的 假特征组的检察官告知 账户要冻结 要温伯宗把存款领出 静候调查 最后他还当面将钱交给车手 共被骗走358万新台币 被害人申决有意 向165求证之后 为时已晚 该笔账款已经被车手给取走 一发现被骗 温伯宗马上就报警 高雄警方也在短短三天 就抓到四名嫌犯 也已经被法院判刑 但这被骗走的358万新台币 却早已不知去向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法欧部门调查单位 上个月在新竹县关西镇山区 破获一起大麻种植案 查获1608株大麻植株 逮捕秋姓 于姓两名犯罪嫌疑人 创下岛内忌毒史上 查获大麻植株栽种的记录 企毒干员来到山区攻坚 要车内嫌犯乖乖下车 嫌犯双手上铐被带往厂房 专案小组破坏铁皮 发现几百坪大的空间 栽种满满大麻 数量庞大共1608株 发现制毒集团以一般蔬菜农作 花草植栽作为掩饰 将整片山头产平 搭建附设自动洒水设施的温室 台北市调处掌握线报 有贩毒集团在新竹山区成株厂房 由于大麻植株气味浓厚 嫌犯先在桃圆厂房培育大麻幼株 幼苗长城后再移到山区农场 企毒人员埋伏多天攻坚 但数量实在太庞大 以一盆市价30万计算 1608株市值约5亿 调查局出动多辆卡车载运 从白天搬到深夜 依照规定 他是要送到调查局的毒品库来统一的保管 但是因为数量多 而且体积庞大 在我们有限的毒品库容量之下 实在无法来保管 1608株大麻根本放不下脏务库 市调处破天荒摆在七楼大礼堂陈列 就怕调查局航机站 高丢毒品证物事件重演 市调处分三班 24小时重病看守 除了弃毒人员外 禁止任何人员进入 受到疫情影响 边境管制严格 毒品走私不易 价格持续飙高 毒销集团尽大规模自产自销 幸好及时拦截 否则流进市面造成的危害难以估计 布拉木由金砖后用酒 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离岸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并基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是紫乔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在莫斯科 向俄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国情咨文 重点内容包括外交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 军事 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等 在阐述外交和安全政策时 普京表示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 是保障该国和平安全与稳定发展 俄罗斯对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 但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并将坚决维护本国立场 威胁俄罗斯根本利益的挑衅全都不会成功 普京还表示 近来西方对俄不友好的举动持续不断 在面对众多毫无根据的指责时 俄罗斯已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 如果一些势力在对俄关系中 将俄方的克制当成软弱 跨越俄罗斯的红线 俄方将采取迅速而坚决的回应措施 我们真的想要有良好的关系 和所有的关系 互相关系 尤其是与我们的关系 与我们的关系 与我们的关系 我们真的想要不断断 我们真的想要不断断 但是 如果有人承认我们的良好的想法 和缺乏或缺乏 与我们的想法续断断 或甚至扭断这些坡 他要求俄相关机构继续做好病毒防控工作 保障医疗体系正常运行 保障疫苗生产供应 并呼吁全民接种疫苗 在军事方面 普京说 俄罗斯国防力量的建设是常态化的 今年俄三位一体和力量中 现代化武器比重将超过88% 这2024年部队中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比重 将接近76% 当地时间21号 美国又发生一起非洲裔男子 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 当天一名黑人男子 在北卡罗雷纳州的伊丽莎白市 遭到警察枪杀致死 帕斯托坦克县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表示 受害者是一位名叫安德鲁布朗的非洲裔男子 今年40岁 事发时警方正在布朗家进行搜查 布朗突然跑向自己的车试图逃跑 警方立即向其开枪 布朗当场死亡 布朗的家人表示 当时布朗并未携带任何枪支 也未对任何人构成人身威胁 目前涉事警察已被停职调查 另外 近日贵押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 并致其死亡的白人警察被判有罪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 21号对此表示 美国白人警察针对非洲裔暴力执法的现象仍然存在 美国在根除系统性种族歧视方面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巴切莱特还表示 美国对警察执法部门的改革仍然不足 非洲裔美国人被杀害的悲剧仍在不断上演 此外 他呼吁将更多警察暴力执法的案件提交法庭 并称是时候结束这种不受惩罚的罪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印度尼西亚军方21号确认 印尼海军一艘潜艇 当天凌晨在巴厘岛附近海域失联 印尼国民军司令哈迪贾战托说 这艘潜艇是在巴厘岛以北海域 执行训练任务时失踪的 事发时舰艇载有53人 目前印尼军方已经出动多艘军舰 前往事发海域搜寻 此外印尼军方已经请求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这两个 拥有潜艇救援船的国家协助搜寻 据印尼媒体报道 这艘失踪的潜艇是印尼服役的 五艘潜艇之一于1979年制造 德国国防部21号表示 计划在7月初从阿富汗撤出德军 德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 目前正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磋商 预计最早将在7月4号前撤出捉阿德军 不过最终将取决于北约的决定 据了解 德国在阿富汗驻军大约1000人 人数仅次于美军 美国总统拜登本月14号宣布 将于5月1号前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并计划在9月11号前 将大约2500名驻阿美军全部撤出 同一天 北约同样决定从5月1号起 在几个月内撤出全部大约1万人的部队 但没有明确具体日期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人资讯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接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是紫乔 带您继续看新闻 4月21号的上午 真实反映世界技艺产乔丕的超高清大型纪录片 百年跨国两地书开机一事 在福建省档案馆举行 乔丕是海外华人华侨通过民间渠道 以及金融邮政机构 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汇款与书信的合成 纪录片《百年跨国两地书》 将内容聚焦于乔丕和为乔丕付出努力的群体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 能够让大家会了解世界记忆一场是什么东西 就是文献大案怎么能够把这个 人类的文明 人类文化的这个文化共建 文明发展的这个进程展现给大家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 乔丕这个纪录片 想要反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乔丕档案于2013年成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也是目前福建省唯一列入该名录的文献遗产 《百年跨国两地书》以乔丕为媒介 在线近代以来 敏及华侨华人在海外求生存 谋发展创伪业的生动实践 据悉 《百年跨国两地书》由福建省档案馆指导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博北京团队直击拍摄 纪录片将于7月福州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期间 在新闻频道海博TV等媒体播出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感谢收看 我是紫乔 明天见 明天见